我跟你们说马上跨年了 你们约的孩子出去玩的一定要 肯大心细胆子给我打起来 你知道有的男生就是表面真的 不要太正经 其实心里面跟你想的一样 就比如说吧 你如果经常跟他微信聊天了 你就把他约出来私下见面 如果说经常跟他私底下见面 那就可以制造一些肢体接触 比如说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亲他的脸一口 这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说 不要脸不要担心 你们们听到这句话就放心 直接把他的脸给我掰过来 然后亲到嘴上去 感觉是他们自己说不要脸的呀 室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